我是吴若荃 最近这几年有读者 拿新书在肥业上面 要我签名的时候 有些读者都会要求 提一些祝福的话 我最常提的就是 幸福长久 这四个字 但回到现实生活想起来 这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容易的事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几个数字 第一个是来自 卫生福利部的统计 就台湾人 的确我们的平均余命是在增加 但是不健康的余命 却高达了8.4年 好长了一段时间 很可能是不健康 或卧病的状态 那第二个数字是国健署 说这个首领族里面超过五成 拥有三项以上的慢性病 包括了高血压 百内障 还有心脏病等等 加上最近这几年 因为疫情的肆虐 民众都要担心出门会不会被病毒感染之外 对于万一生病了之后 庞大了医药的负担 都会觉得很担心 有鉴于我们刚刚讲到这几个现象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 让自己活得健康 活得有保障 才会真正的幸福长久呢 我要请到我的好朋友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来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来欢迎陈淑荣处经理 我们来自 布邦仁寿高硬通讯处的处经理陈淑荣 你好 若玄哥你好 我们刚才讲到其实这整个环境的趋势 造成我们其实要活得健康 活得有保障 那么在很多的保险的规划上面 大家应该更着重在于这个健康医疗 跟长期照顾上面 那么从保险的观点来看 怎么来解读这个趋势跟现象 简单来说保险有分 太一型跟自一型保单 照顾别人的保单 叫做太一型的保险 比如说终身受险 病期受险 意外险 也就是这种 我领到身固保险金 是照顾其他人的 就叫他隐形保险 那一种就叫自一型保险 当然顾名思义是什么 就是照顾自己的保单 人手都会有一张的叫医疗险 长期照顾险 重大疾病或是重大伤病保险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发现 晚婚 甚至不婚 甚至这几年高离婚率 高龄化少子化 这些社会现象 让我们会变成 把自一型的保单 就是照顾自己的保险 这件事情 民众他们的观点 会相对的重要 也就是大部分人会先规划 医疗保障跟长期照顾 很重要的原因 好 那了解这方面的趋势之后 我们是不是来看一下 投保这一类型的产品 有没有什么人生的阶段 或是收入 性别 各方面优先顺序的考虑 其实不管哪个族群 他只要考虑到合理的需求 合理的保额 跟合理的保费就可以了 所以要考虑自己的人生的阶段 还有你的收入 从你的需求 你的保障 等等来做考虑 先做这些考量 那如果一般比较年轻的朋友 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保障的重要性 可是他的收入又不是那么多的话 那么应该怎么开始计划 他可以先从定期的医疗险开始规划 尤其是十支十复型的医疗保险 从定期的险开始 可是我们也常听到另外一种叫做 终身医疗保障 这是比较相对的概念 定期的医疗险就是缴费期限一定的年期 那他的保障年期当然就是一定 那终身医疗险缴费年期固定 但是他保障终身 那我相信有一些年轻朋友 他虽然对于保障的观念有 但会觉得说我还年轻 长期照顾好像离我很遥远 但是在我的经验当中 我也常常听到在青壮年 甚至更年轻二三十岁的朋友 他突然发现一些比较罕见的疾病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发生一些公安的意外等等 后来就导致他没有办法工作 就失能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呼吁一下 年轻的朋友 如果你的收入规划各方面 其实足够你去思考这一点的话 也应该要考虑一下长期照顾的需求 我有一个朋友他才二十几岁 可是他就生了一种病叫多发性硬化症 这个疾病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 他会让他的身体出现眼睛看不到 然后手脚的关节会硬化 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 接受家人的照顾坐着轮椅了 还好因为当时他有规划的保单 让他能够透过保险来解决他生病的 这些经济上的支出跟负担 真的 因为其实有一些朋友真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遭遇到这一些身体的变化 那如果早一点考虑这个长期照顾的保险方面的保障的话 其实会让他可以在生病的时候 活得更有保障也更有尊严 那我刚才讲说 台湾人的平均余命虽然很长 但是不健康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生病或需要卧床 可能高达了8.4年 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这个观点来看 是不是什么要提醒我们的观念 当我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重点就是让我们拥有被照顾的选择权 怎么说呢 我今天也可以选择家人照顾安养中心 或是我要选择本国籍或外籍看护 依照这个需求来做这些后端的合理保握的规划 被照顾的选择权 当你有了保障之后 你才能够做自主的决定 当然被照顾很多种方式 包括安养院 照顾中心 他也因为他提供的服务跟设施 跟照顾的品质 他的收费标准都不一样 当你有这样的保障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选择 你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照顾 这个就是保险的好处 那我想很多朋友会意识到说 现在其实我们去看病院 就发现说 很多医药 医疗 就规定健保都会全合的支付 那我们可能透过这个保险的规划 就是让我们在医疗的保障上面 或在给付上面 可以去弥补这个健保没有支付的 这样的差距 是 当然在医疗保险的规划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商品叫做 十肢十负型的医疗险 他的目的就在解决 我风险发生的时候 支出会增加 比如说 这几年比较常发生的这个状况 叫亚洲病 牙龈萎缩 齿槽就会开始摇摇晃晃 那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会建议要补骨粉 那门诊手术就可以处理 可是补骨粉就得要自肥 那我们的十肢十负的医疗险 就可以来cover这个自肥 健保不及步的部分 那我还听过另外一种 除了十字十负之外 算是日额型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好 日额型几负呢 我们就说 风险发生的时候 会有支出会增加 第二个收入会减少 所以我们建议日额型保单的规划 目的就是在解决 我收入减少的部分 如果用日薪来计算 我一天的日薪 大概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计算出 我日额型保单的规划上的几负 你就可以有这个方向可以来思考 哇 所以至少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十字十负型 另外就是日额型 那这两种思考可以并存吗 当然可以啊 对 好 那虽然有这个万全的规划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的阶段 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当然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说 你过去投保了一些保险的产品 其实未必符合你 未来人生的需求 关于这个无偿已经是日常的生活的形态 我们怎么样去确保 我们这么认真做的规划 将来会是符合自己所需的 所以啊 我们常会跟客户提醒 我们人生阶段不同 那我的保单 当然事实就要针对人生阶段的不同 做调整 比如说我们会出了社会 结了婚 生了小孩 买了房 人生阶段是不是就不同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在做保单健检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提醒客户的 保单健检 那要多久做一次 多久做一次 我们通常会按照客户的人生阶段的变化不同 另外一个会建议的是 当他的财务结构做了调整 比如说他被加薪了 比如说他有车贷 他有房贷了 是不是财务结构做了变化 我们就会提醒他 适时要来做保单健检 是 所以不要以为你的保障 也要以不变应万变 当然 因为整个环境是在变化 所以要适时的去做一些 检视跟调整 没错 好我们刚才聊到这个保单健检之外 我知道我们俗荣 他有个很厉害的观念叫做 理财并进法 因为大家对于保险有时候会 比较偏向于保障这一面 其实他同时可能也可以有一些 理财的功能 其实人生当中就保险来讲 我们都会跟客户分享 他有四大账户 一定要来完整的规划 那四大账户呢 责任的账户 医疗的账户 长照的账户 跟退休的账户 我有一个客户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才25岁 今年他已经50岁了 对 当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买了人生第一张的医疗保单 那后来他结婚 生了小孩也买了房 所以我就建议他 规划了一张理财型的保单 叫投资型保单 那如果从投资型保单的 这一张保单的功能 他可以协助他 完成他责任保额的规划 第二个他可以从投资型保单里头 有一个基金账户的功能 协助他完成 子女交易基金的规划 也可以同时完成他 退休账户的规划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一路走来 我就见证到 之前若权大哥说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陪着客户 生老病死产 是 其实在保险界有一句话 提醒大家说 其实保险不是今天有人要走 而是明天有人要活下来 面对保险 其实规划的不只是保障 而是你未来的人生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俗龙来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 希望今天的观念能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